大家好 我是芝琪的Amy 那今天很高興能邀請到微星的琳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opPC 那再歡迎大家 那很高興琳大今天可以來參加我們的超頻世界紀錄擂台賽 那可以簡單的跟我們介紹你們正在跑的設備還有項目嗎 目前今年來講的話主要跑的平台有AMD的MPOWER MSI後面要推出專門超頻 為了超頻而生產的設計製造的主機板 那在Intel平台用的是MSI的主打就是Unified X 那另外也想要再請問我們收到很多訊息就是 有在家也想要跑超頻的朋友們 那你有什麼意見可以給他們嗎 其實玩超頻它有一個很大的點就是什麼 就是你需要要有耐心 然後呢你必須要有那個熱情 也就是說呢很多的東西 它其實是在不斷的嘗試 在追求自我的過程當中去獲得的 好 那還有另外也想要再請問 就是大家其實也很期待微星啊 有什麼新品啊或是新的功能啊 然後想要推薦給熱愛超頻的朋友嗎 其實在Intel跟AMD平台我們慢慢會把很多的超頻功能整合成 所謂的懶人模式嗎 就是你可以不用很懂 但我們會讓你有一些嘗試的空間 就是你有一個導引的方向 例如像我們的Memory Trizer 跟記憶體比較有關嘛 那有些東西 芝琪出了一個 例如6000CL 26 它是一個定義好的一個規格跟效能 但它不是代表它就只能這樣跑的情況下 就可以搭配我們的主機板BIOS去做一些變化 那最後的話呢就是有沒有可以 就是有一兩句話呢 然後可以送給微星還有芝琪的朋友們嗎 追求極限 永不停滯 最後呢其實我是你的小粉絲 就是希望這邊可以拿我自己很喜歡的衣服來給你簽名 那最後簽名之後呢 我們也會把它抽在B站上可能抽獎啊 然後這邊送給喜爺喜歡超頻的朋友們 對 那這件衣服就是之後也會再可能抽獎 然後送給關注我們的朋友 那就是要持續繼續收看喔 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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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